大家好,我是SumSum,真的很开心又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自从我上一条北京酒店隔离的影片出了家之后 有观众很紧张,留言问了一些问题 我想在这条片的第一部分回答一下 希望可以帮到一些即将入境内地需要隔离的朋友 首先,有观众问我,北京酒店隔离期间到底检测了多少次 其实我在北京云日酒店住的21日里,有6天需要做检测 其中有两天,酒店是执行双采双送的措施 后来知道,原来那两天除了要做环境采样之外 上下周都需要各做一次探备检测 所以最后加起来,在21日里,是总共做了8次的碳鼻核酸检测 有观众看完我检测片段之后,就问我为什么可以这么适应 我想这位观众是想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轻松完成这项检测 我想首先第一件事是,在心态上,你不可以抗拒这项措施 然后在做碳鼻检测的时候,你要尽量放松自己 和尽量配合检测人员,自然就可以很顺利地完成到 你看过我的片段都应该知道,过程其实很短质 只要你愿意尽量配合,就会很快完成,就不会这么容易整痛自己 另外,有观众问我,在我隔离期间,有没有人帮我做拍摄 答案是,当然没有啦 在内地接受隔离,隔离的每一天,由第一天到最后那天 整个过程都是非常严格 在隔离21日里,隔离人士是不能搭出你房间半步 你是不能跟任何其他人有任何接触,包括酒店职员 酒店职员有任何东西要交给你的话 包括一日三餐,他们都只会把东西放在你房门外面 你要等他们走了之后,再自己打开门拿回东西进去 你要留意的是,在隔离期间,是不会有人帮你拿衣服去洗 也不会有人帮你换床单 另外,不同房间的住客也不能有任何接触 如果被人发现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加监 即是被罚加长隔离时间 我试过拿东西的时候,打开房门久了一点 酒店职员都立即打上来,很紧张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进行入境酒店隔离,基本上都是一个人住一间房 除非你是两夫妻,或者是一家人带着小朋友 那你才可以多个一个人一起住同一间房 有观众问我一日三餐的问题 住客可不可以叫外卖呢? 据我所知,大部分的隔离酒店都不让你叫外卖 你只可以吃酒店煮给你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素食者又怎样呢? 据我所知,大部分的隔离酒店都有为素食者提供不同的三餐 只要你入住的时候,记得记得通知前台就可以了 最后,最多观众问我的问题就是 隔离酒店到底有没有选择呢? 答案是没有的 你入境中国内地之后,住哪间隔离酒店都是随机派发的 意思就是,就算你很有钱 你都只可以和一般人住在同一间酒店 吃同一样的餐 我想给一些建议 准备要来中国内地进行入境隔离的朋友 如果你想这些时间容易过些 隔离之前,你最好先帮自己想一下 有什么可以在隔离那段期间做 其实一个人可以做的有很多 例如是看书、打机、煲剧或者做运动 我自己就拿了些时间用来上网货 温书和拍片 所以时间都过得很快 如果你真的想不到隔离那段期间有什么要做的话 来内地之前,可以在香港才下注定一些 在内地用来看电视剧或者电影的APP 例如是爱奇艺或者西瓜视频 到步之后,用酒店WiFi上网 立即选一套连续剧或者历史剧来看 然后每天都追剧 这样隔离的时间就会很快过 而且会觉得那么痛苦 这也是很多人包括我妈妈之前的隔离经验 如果你担心酒店提供的三餐会吃不惯的话 就可以自己准备多些杯面和零食 行李箱尽量带少些其他人 但是多些食物 你甚至可以带一个很简单用来煮食的电煲 在房间煮一下面食 但大家要留意 内地的电线插头和香港是不同的 大家记得要带这种转插头上来内地 才可以用到香港带来的电器 大家知道,我今次回来北京 前后是总共需要隔离28天 对于国家实现这种隔离时间有长 又严格的防疫政策 有部分香港人是很不满意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国家是做得很适合 而且在执行上还做得很好 自从新冠疫情出现了之后 中国就一直以隔离和清零为目标 来对抗这个病毒 美国就一直都不认同 我们国家这种对抗新冠疫情的方法 美国一直推崇的就是 Live with the virus 与病毒共存的方法 由于美国纽约州确诊人数翻倍激增 死亡人数更是不断攀升 就连冷冻货柜车都要开进医院协助 充当临时停时间 而在过去一个星期当中 平均每天有2600多人病故 这换算下来 平均是每33秒 就会有一个人因为染疫而死亡 而整个美国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 它的疫情已经从趋缓又反转增强 现在美国平均的新增感染数上升到97% 有36个州新增人数不断增加 受到变种病毒的威胁 美国这波的疫情 单日新增已经破了11万8千例 两周之内新增死亡病例数增加了89% 1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感染新冠病毒 而住院的病例也创下了历来的新高 尤其是未接种疫苗的州 这疫情快速的恶化 美容卫生研究院的院长柯林斯 接受专访时就很罕见的说出了 美国的防疫失败令所有人失望 视线转向全美 据纽约时报报道 全美现在已经有近7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这是一个里程碑 几个月前当疫苗开始在美国公众当中 广泛接种时 很少有专家预测到这一点 在疫苗供应充足的国家当中 美国是近期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今年夏天新出现的 令人震惊的死亡人数激增 意味着新冠大流行 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疾病 超过了1918年和1919年的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 当时的死亡人数约为67.5万人 美国很怕自己的经济活动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所以一直非常抗拒用封城或者隔离措施去应对疫情 疫情出现至今 一年多过去了 结果是怎样 不如现在总结一下 美国人口3.3亿 直至这一刻 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4400万 死亡人数接近72万 在另一方面 中国又怎样呢 中国人口14亿 确诊人数只有12万 死亡人数不够6000 看这一个数据 大家就应该清楚知道 我们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是做得很成功 相反美国真是失败中的失败 由于美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做检测 所以美国真实的确诊人数一定是不止4000多万 如果我们都以美国这些数字来做假设 假设中国都实施美国这种与病毒共存的方法来对抗病毒的话 那到了今天 我们中国就会有超过1亿7000万人确诊 300万人死亡 到时你不要以为一定会不关你事 因为在那个时候 中国周围都是病毒 其中一个染病死亡的 是你家人都有可能 那你说可不可怕 通过国家控制疫情的手法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将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而美国就将经济放在第一位 人民生命放在第二位 我们国家的抗疫成功 清楚证明中国政府的智慧 和强大的统筹和执行能力 能够成为这一代的中国 真是令我感到十分十分十分之骄傲 要接受21个隔离 甚至是28个隔离 当然是不舒服 但当你认真地再去想一下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又多 但我们的确诊人数只是美国的0.3% 死亡人数是0.8% 当每一件事是达到美国的1%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国家这些牺牲经济的措施 其实都是为了人民 为了大家 所以我们都应该尽好自己的责任 全力支持国家的政策 我之所以在隔离的时候 那么乐观和那么开心 因为我感觉做这一代的中国人 真的很幸福 我感觉到被国家保护那种幸福 至于美国选择用于病毒共存的方法 来对付新冠病毒 我认为他们都是没有做错的 因为虽然美国人口比中国少很多 只及中国的四分一 但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国的统筹和执行能力 大家看看美国 在辞来阿富汗的时候 表现得多么狼狈 多么丑怪 就知道他和我们国家真的没得比 最后我想在这里 多谢所有中国的医护人员 包括高层和最低层的工作人员 因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 他们不单止站在最前前 为我们和疫情打这一场仗 而且还一直需要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 在之前21日酒店隔离里面 我见到很多隔离住客 都将屈门和不门情绪 发泄或迁路在负责执行检测的医护人员身上 对他们作出咒骂 批评甚至是投诉 这些医护人员 在大热天时 仍然需要穿上完全不透风的保护装充 来执行他们的工作 见到他们虽然受尽压力 身心疲累 但在做检测的时候 仍然都是非常细心 和非常专业 他们的表现令我非常敬佩 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多谢他们 对哦 说了这么久 我还没跟大家说 到底我现在在哪里进行最后的七日隔离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就看我下一条影片吧 今天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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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